我们小偷被人叫做三只手 难道这世上真的有三只手的人吗 阎老九的故事 正讲到那三只手的怪鹰将士 听得我和赵八都傻了眼 师父 你快接着讲 是啊 那三只手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我们的兴致被勾了起来 便要求着阎老九继续讲下去 哎呀不要急嘛 书不是得一回一回的讲吗 阎老九见挑起了我们的兴致 嘴撇得跟瓢一样 然后就摆出了一副说书先生的样子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我慢慢道来 接着便喝了口茶 就拿枪做事的开了枪 咱们书接前文啊 话说这个十五年之后啊 俗话说呀 唱戏人的腿 说书人的嘴 他这么一句话 就讲到了十五年之后 话说呀 这一天 在繁华的街市之上 人们被一个人给吸引住了目光 人们纷纷围络上来 就发现 他是一个变戏法的江湖艺人 就见这人 就把两只空瓷碗扣在了桌子上 又拿出了一个红色的小桥 让大家看仔细来 大喊了一声 这小木棍一瞧 那人手中的小球 竟然就凭空不见了 据说呀 他这已经送到了别的碗中 来来来 大家猜猜看啊 球在哪个碗里啊 猜中的 我可给一吊钱呢 这碗没动 小球却进去了 大家根本就不相信呢 可那人竟然还让大家猜 小球到底在哪只瓷碗中 左边那个 这一吊钱可挺吸引人的 这人群中立马就有好事之人 开口猜了起来 走 兄台 不好意思啊 您猜错了 那人相碗一抬 底下是空空如眼 显然这人是猜错了 那就是右边那个 走 这时候 人群中又有人喊了起来 那人听了以后 忙跟着也喊了起来 按说呀 这如果里边真的有球 那不是这只碗 就是那只碗 可这人却将小木棍一划 说了声走 哎 也错了 接着一先此碗 右边的死碗底下也是空的 两只碗都没有 你这是蒙人的吧 瞧您这话说的 哪能蒙人呢 这时候那人可不干了 他觉得呀 这就是个骗局 里边根本就没有什么红球 嗯 来 入 可这一人呢 一点也不慌了 用木棍一点手掌 又喊了一声入 哎 哼哼哼哼 这两只碗一开呀 不仅有 而且有三个小红球 每个碗下面都有 哎呀 这一开碗呢 大家都傻了眼 明明刚才还空空的死碗 此时碗下 竟然都有了小红球 脚踏生地 眼望生人 这城门高万丈 全靠朋友帮 大家赏个面子啊 混口吃的 好一个三仙龟洞 人群中一阵的喝彩 哎 这个一人呢 也趁机喊起了靠山词 想让大家给打赏几个钱 啊 一听说要钱呢 那大家的眼神就闪烁了起来 说实话 那年头那世道 大家的日子也都不好过 谁肯掏着冤枉钱呢 哎 来来 谢谢几位大爷啊 您赏几个 所以啊 他的小徒弟就端着竹鞭 走进人群 嘴里喊着客气话 但是大家都装作没有看见 可他们更加没看见的是 这小徒弟的脸上啊 挂着笑 双手捧着竹鞭 可他身边却不时的有 竖刀极快的黑影闪过 哎 看来咱们又要饿肚子了 师父 就这么几个童子 这江湖老义人呢 一看徒弟手中的童子 眉头就皱了起来 除了自己放进去的几个童子 今天基本上没有收到什么 哎 走吧 这里的人真是太穷了 说了句酸话 便收拾了东西 带着那看起来呆头呆脑的小徒弟 就离开了 哎 我的钱袋怎么不见了 我的也丢了 可是师徒俩刚离开 这人群中便有人发现自己的钱袋子丢了 这么巧吗 不会是他们俩偷的吧 不可能吧 当然了 也有人怀疑过这师徒俩 可是那一人从来没有离开过桌子 这小徒弟的双手也一直捧着竹鞭 这一点证据都没有 除了自认倒霉 还能说什么呢 但事实啊 还真被他们给猜对了 回到了租住的客栈中 小徒弟便把那几个钱袋子 和各种值钱的东西扔在了桌子上 哎 这也太少了 原来啊 这小徒弟就是十五年前被遗弃的那三只手的婴儿 此时啊 多出来的第三只手正往外掏着东西 师父 您要是不赌 也够咱们吃喝的 嗯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我了 这一人呢 便是当年救下婴儿的那个人 一个跑江湖变戏法的艺人 他把这孩子训练成了小偷 自己跑江湖 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这孩子便伺机行窃 找了 吃饭去 其实啊 这些年 他们真的是偷到了不少的财物 可是这师父啊 可不是什么好人 吃喝嫖赌是无一不经的 一分钱他也没攒下 这孩子啊 跟着这样的一个师父 那耳毒木染的 又能学什么好呢 这几年行走江湖啊 偷技是越来越好 可也养成了一身的坏习气 又过了几年 那师父啊 又被酒色伤了身子 生了一场大病 就嗝屁了 这孩子啊 弄了几个钱 把师父给埋葬了 在坟前是跪了整整 一天一夜 大家都以为啊 他这是因为 对师父的感情深厚 可您错了 他师父这一死啊 那没有人比他更加高兴了 太好了 你终于死了 有个师父在啊 他一直被压着 这偷到来的钱财 自己也没捞着花几个 师父这一死啊 接下来 以他自己这一身的特殊本领 那还怕活不下去呢 死得太好了 往后啊 只会越来越好 所以师父的死 对他来说是件好事 他兴奋得要死啊 接下来的日子 这小子可就放开了手脚 虽然没有师父做掩护了 可是丝毫影响不了他 因为他的第三只手 早就练得出神入化了 伸不动 绑不摇 别人的钱袋就落入了自己的手中 还不会被人起疑心 他每次啊 都是得意万分 但这钱来着太容易了 人便会迷起了偏门 更何况他师父 还没给他带个好头 这家伙 几乎就成了酒楼和赌场中的常客 你要说论下来 这赌博都是十赌九叔 可是在他身上 那完全不管用 因为他有那第三只手啊 他摸个牌 换个牌的 根本不在话下 再加上 他手速极快 不动声色之间 已经完成了偷梁换柱 哎呀 看来财神爷 今天还是照顾我呀 所以 只要他下了赌场 那除了怕引起怀疑 故意输点 那基本都是赢了 哎 不好意思啊 各位啊 我我又糊了 转眼间 这样安逸的日子 又过了好多年 这家伙 也快四十了 钱赚了不少 怎么又是他呀 哎呀 那这手气也太好了吧 他在江湖上 还有个外号 叫做三手大胜 但是啊 许多人只闻其名 却未见过他本人 咱们书讲到此啊 可就要聚中了啊 这阎老九啊 讲到这里 突然收了书 说此人的故事 只能讲到这里 师父 他虽然做得不对 可这也就是 小偷小摸的小恶呀 我听得有些意犹未尽 但是感觉 他除了小偷小摸的 也没干啥大奸大恶的事 嘿嘿嘿 小子 他可是已经来到我们这儿了 这时候 这阎老九双手一倍 告诉我们 那三手大胜 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镇子上 而且呀 他准备做更大的坏事了 这可关系到人命了 我们可不能不管的 正需要我们师徒双侠 不对 现在应该是师徒三侠 来成奸除恶了 对了 赵八 咱们俩得先说清楚啊 啥 你得叫我师兄 可这一提到师徒三侠的名头 我突然又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突然想起来啊 这赵八虽然年长 但是他比我入门可晚了好些日子 凭什么 就凭我入门早啊 你这小骗子才多大呀 师门规矩啊 这个不论年龄 谁入门早 谁就是大师兄 我这一开口 那赵八接着就发了标了 嗯 对 这个小生子说的对啊 你是他的小师弟啊 可是刚发起来的标 接着就让我师父阎老九一盆冷水给浇灭了 快 叫声师兄我听听 滚蛋 你毛还没长齐呢 说实话 跟了阎老九 我感觉自己别的本事是真没学到啥 但是啊 这耍赖皮的本事 那我可学了实诚实 赵八那点脸皮 怎么能对付得了我呀 哼 你不尊师重道 我让师父煮你出门 哼 你这臭小子 你别太过分了 那你还不赶快叫师兄 不叫 就不叫 咱们放下我们师徒三个如何打闹不提 再来说说那个三手大胜 这家伙还真的做起了坏事 此刻呀 他正看着两个人从马车上拖下一个人 离近了一瞧啊 那竟然是一个五花大绑的姑娘 可是啊 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绑架过来的 原来呀 这三手大胜的名头挺大 引起了鬼市内王人的注意 想要拉他入伙 为了引诱他加入啊 特别的投其所好 从临线就绑来了一个姑娘 送到了他的房中 并且承诺他 以后会经常送姑娘过来 呵呵 怎么呀 水粒吧 哎呀 这可是正经人家的闺女 这三手大胜 因为身体怪异 怕被别人发现 这么多年来从未娶亲 真的是快憋死了 此时啊 那眼睛都看直了 好了 您慢慢享用吧 我们再出去 给您物色更好的姑娘 啊 好 那替我谢谢鬼王大人啊 而且呀 对方还承诺 这姑娘以后永远不会见到天日 绝不会将她的秘密泄露出去 她那心呢 就跳得更厉害了 再者说呀 自己也正想找个靠山 那鬼市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么核酸的买卖 怎么看都值 送走了鬼市的人 这家伙就火急火燎的 把房门给关上来 呵呵 现在就剩下咱们俩了 一回头啊 她便色眯眯的盯上了那个姑娘 你别怕啊 我会对你很温柔的 别说呀 这姑娘长得还真漂亮 此刻这一哭啊 更是梨花带雨 显得娇美极了 这三首大圣 哪里还等得了啊 再加上 没有了顾忌 立马就猴急地 解开了自己的衣服 呵呵 你别害怕啊 她的衣服宽大 穿上还看不出来什么 这一解开 便露出了里面的 另一副面孔和手臂 来吧 姑娘 春宵一刻值千金啊 她的这只手臂 不知是不是已经妖化了 长满了黑毛 突然见到这样的一个怪物 别说这小姑娘了 就是个大老爷们 那也会被吓尿裤子的 本来见她靠过来 那女孩就在挣扎 这会儿 那挣扎得更加厉害了 妖妖妖怪啊 也许是挣扎得很的 那绑在嘴上的布条 竟然滑落了下来 这姑娘惊吓过度 扯开嗓子就大喊了起来 但是这声妖怪 可把那三首大声给气坏了 混蛋 混蛋 妖怪这个词啊 一直都是她的痛点 她最恨有人叫她妖怪 我不是妖怪 你要再说一句 我就杀了你 这家伙 小时候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被父母给遗弃了 更是因为身体 才被师父利用和堕落 此时啊 她是怒火中烧啊 妖怪 你别过来 可是 这姑娘此时已经被吓傻了 只顾着不停的尖叫 根本就顾及不到她的脸色了 哼 想完了 我就把你杀掉 我的秘密永远也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这家伙 也是有些丧心病狂了 不顾一切的 去扒那姑娘的衣服 而这杀人灭口的事 她也打定了主意 不知道 我算不算是第三个人呢 她可是非常害怕 自己的秘密被传出去 但是不想 还没等她杀人灭口 屋子里边 就出现了第三个人 你看什么看 怎么你还想杀了我呀 来人 当然是饥饿如仇的小英雄 我了 啊 小子 你撞破了老子的秘密 我就要杀了你 看到自己的怪异模样 又被人看到了 这家伙的火气啊 更是上来了 两步就冲到了我的跟前 啊 那要这样说的话 我好像是第四个人了吧 但是还没等她动手 门口又响起了一个人的声音 哎 你要不要把我演戏杀了呀 这人 当然是我的师父 演老九了 哼 好 黄泉路上 你们也好有个伴 这三首大圣 真的是被气急了 又一转身 对上了烟老九 哎 还有我呢 我是第五个 可偏偏这时候 他的头顶上 又响起了一个人的声音 嗯 我也想一起做个伴啊 不知道你能不能杀得过来呀 这家伙抬头一看 竟然发现屋顶上的瓦片被人掀开了 此时有一个人正趴在上面 哼 这正是我那可爱的小师弟啊 神偷赵巴 你们这群混蛋 你们当我这赶急呢 这三首大圣啊 保守了四十多年的秘密 今天竟然被这么多人给撞破了 这三首大圣 那简直是要疯了 哼 小爷我只想告诉你 别给江湖道行人丢脸 但是 还没等他骂人的话 标出了第二句 那赵巴就从屋顶上跳了下来 这赵巴的速度那是太快了 那家伙根本来不及反应 赵巴这一脚由上而下 那力道自然不必说了 啪的一声 这家伙被踹出去四无米远 跟个破纱袋一样 重重地跌落在地 你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接着 他就挣扎了好半天 才从地上爬了下 问起我们的来历 我们是地府的阎罗王 要你命的诅咒 阎老九啊 对自己的称呼一贯如此 带着我们俩 就气势汹汹地逼了声 小子 你去地府逛逛吧 对付这种恶人 我们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若问着三首大圣 下场如何 我在这里先卖个关子 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